明年早晚一個夜晚一夜 明天天過著訪訪 還有吃飯 愛你吃飯的雨天 20多位營養師在基隆市營養師工會號召下 特地到基隆火車站南站廣場跳舞快傘 基隆市衛生局長張閒正也融入其中一起跳 感謝營養師們在醫院、學校、團善以及長照機構 和保健食品業等地方 為大小朋友們的食安健康把關 法通過了國民營養法 那希望也藉由222這個營養師節 來提醒國人 就是可以有任何的營養需求問題 都可以尋找專業的營養師 那不管是在社區 學校 長照 醫院等等 都有專業的營養師在這邊做提供諮詢 那也希望透過這一次的222營養師節活動 來宣導希望我們國人可以注重營養的均衡 那希望大家都可以朝著高齡化的社會 有一個健康的生活 在去年通過了國民營養法 那在基隆市政府的 我們跟議會的合作之下 也在去年修訂了我們的 營養午餐自治條例 在這些脈絡之下 營養師可以幫助我們 不管是在健康的 然後肥胖的 年老的 可能有一些雞少的 然後或者是衰弱或失能的 不同的族群 他們都可以幫助我們 讓我們的市民更營養更健康 謝謝營養師 本身也是營養師的基隆市議員 許瑞子也特地趕到現場 為營養師們加油打氣 一起慶祝營養師節 強調營養師式食品 以及營養醫學的專業醫療人員 推廣正確的營養飲食知識和觀念 同時在疾病預防 治療 營養教育 健康促進以及延環老化和失能上 扮演著重要角色 感謝營養師們的努力和奉獻 營養藥要把關 營火都心安 讚 瑞子本身也是身為營養師 那我今天也要非常感謝 衛生局局長的支持 以及我們台鐵的支持 來祝福我們營養師的所有夥伴們 他在照顧我們國人的健康 尤其是在學校 在團善公司 甚至是醫院 為我們民眾的健康把關是不遺疑慮 在這裡瑞子要非常的祝福大家 那營養師節快樂 2月22號是營養師節 基隆市營養師工會 特地在基隆火車站南站 舉辦這場跳舞快閃活動 並且和現場民眾互動 玩起小遊戲贈送購物帶 台鐵公司基隆火車站 和基隆市衛生局 以及市議員許瑞慈 也互相感謝大家一起促成 這場營養師節的慶祝活動 那也希望日後我們台鐵車站 能夠持續的跟瑞慈一座 還有我們基隆的一些夥伴們 大家一起來參與這樣有意義的活動 也再次謝謝瑞慈一座 謝謝站長 我們之前在這邊設站 打我們COVID-SBB的疫苗 站長也給了我們很多的幫助 那這個場地真的是 我們基隆市民人來人往 就算是去外地工作回來 也會經過的地方 謝謝台鐵基隆站 跟我們一起照顧市民的健康 也謝謝議會 尤其是我們瑞慈一座 跟我們一起努力照顧市民的健康 記者 吳俊松 基隆報導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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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